尼天安南达大家好,我是曼尼天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圣尊尼西亚南达Paramashiva上师 在这个录像当中呢 想要跟大家讲 在7月17号是下一次的超度仪式 我也希望所有的同修 尤其是新同修呢 要抓住这个机会 给自己家里往生的亲人超度这样 如果你在其他的传统或者寺庙 有过对这个祖先的祭拜呢 我还是想要提醒大家 只有像尼西亚南达上师这样级别的上师 才有这个真正的资格和能力呢 去给这些灵魂最终的超脱 也就是说呢 被尼西亚南达上师超度的这些灵魂呢 他们是要走上最终的开悟的道路 超脱的道路 所以呢 这个是只有像师父这样级别的上师 才有能力去做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都珍惜 这个和师父能够连接的机会 能够通过我们和师父的连接呢 去给自己的家人最终的这个圆满 同时呢 师父也在开示中经常讲到这个超度的传统 在灵魂离开肉体之后呢 会来到祖先界 这个 在祖先界呢 这些我们的往生的这些亲人 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呢 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在每一年呢 给他们做这个超度 如果我们在每一年的祭拜他们 连续期待的去不断的祭拜自己的祖先呢 这些祖先就可以实现 最终的这个圆满这样 如果我们不去这样做呢 这些祖先在祖先界的生活就是状况就是不好这样 所以呢 我们如果对自己的祖先负责呢 要每一年呢去给自己的祖先超度这样 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超度的科学 或者你想要参与呢 可以跟马开拉萨联系 我的微信是14595087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听的灯